你們好,又到了健檢帳號的單元了 我必須跟你們講一下 目前我的進度是看到了3月17號的留言 所以我還要在網上有沒有 在3月17號3月18號 你看之後這個日期啊 那個有密碼落出來沒有關係 看不到帳號有沒有 非常多非常多啊 所以這個病患要一病還需要等一下 我是一個一個上去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到了378V 走嘍 先把安卓的看一個階段再來判蘋果的 然後呢 你如果有留言的話 你就帳號密碼留的 我會一個一個上去 我又不會亂登你帳號 我登你帳號幹嘛 我很忙好嗎 我們公平的討論一下 看一下大家玩家玩的什麼樣子 OK 這次登上來的帳號是火神烈空座 1500萬的戰力 看這個戰力就感覺 玩的還可以囉 哦還不是太差 然後 活力滿了 哎 才剛誇你 你的活力怎麼是滿的 活力滿的你等我上來幫你用是不是 可以啊 我看一下哦 你這個王者的部分 第一關 沒有打贏 哈哈哈 不好笑 不要這樣子欺負觀眾好不好 我先幫他把活力耗掉一些嘛 因為你這活力太多了好不好 耗掉一些 然後好了之後我看一下你的裝備 目前的陣型 你帶掛了一個背心大師 去動騎士核心很好啊很優秀啊 你還有鳳凰男耶 你是課長啊 你怎麼會有鳳凰男 哎 哎呦 有有儲值 儲值1337經費 我代替 長去科技 向您至上 最深的敬意 謝謝您 謝謝您 支持我們的遊戲 嘿嘿 好啦 背心素食牌 這擺陣 OK啊 就是破羅斯 你想擺後面是吧 不會擺前面啊 我覺得也可以啊 擺後面也可以 那諸神呢 哦呦 鳳凰男的 所以諸神下去了 是不是 那背心素食牌 這可以啊 這陣容都沒有問題 好 那血量的話 250萬 像你這個背心大師 走了生命 那你的破羅斯 有沒有160萬 170萬呢 哦呦 那就代表你這練得還不錯了 好不好 不過破羅斯的攻擊力 倒是 倒是沒有到非常高 這 這怎麼樣 你要留的 這個沒有意義啊 這沒有意義啊 你的攻擊生命魂的 不過 好啦 我懂你在想什麼啦 你想說現在加點護體 沒有關係啊 因為每個社會器 狀況不一樣嘛 龍擊為什麼不給他灌滿呢 呃 你想做什麼 你想要留的給下一個角色嗎 好吧 這個部分狂人就不過問了 好不好 好 我覺得 就是破羅斯 破羅斯 這什麼回事啊 這個 這個有些東西 哦 你印記不夠 是不是 還是 成星的建議您 好像這個 能開的話 還是加緊的吧 這個驅動騎士 有的時候 核心角色 你剛拿到 你把這個都打開吧 核心角色還是很重要 它會影響很多的勝敗 OK 那我們今天上來的時候 要先幫你去刷一下手頂 好不好 因為你們 白天在忙嘛 你們上班上課 然後我幫你們練功 是不是 每天練一個賬號 現在開始以前都會幫你們收菜 收五塊錢啊 最近不收了好不好 最近不收費了 因為我發現我收五塊錢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一個人付款啊 所以這個錢也收不到好不好 好了 我們到了協會經濟來看一下 一千一百萬 你一千四百萬 你平常比較少打禁忌 像這個有沒有 940萬 他 他打不過你啊 這完全打不過 欸不對哦 他有格羅里巴斯哦 哎呀 完蛋啦 馬上就發生問題啦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陣容 你要怎麼樣去把它給消滅 也不是不可能啊 還真不是不可能啊 是不是 我們想一下方式好不好 好 你背心大師本身是四數嘛 哇 你這個賬號比較可惜 沒有走一個深海王 不過也沒有關係 我相信你身上是有黑卷的 我看就知道了 只是是數量的問題 64張 OK 那我們再回去 我們打看看好囉 那格羅里巴斯 不好對付 真的不好對付 所以 也不要花你太多鑽石好不好 我們就花20 這樣有贏嗎 可能很難啊 沒有辦法贏啊 因為 你看到他的速度很快有沒有 哎 跟坐雲霄飛車 雲霄飛車一樣 非常快 像這樣的陣容 針對你來的話 你要走個復活 你用背心大師要扛 你扛不扛得下來呢 這就很像前幾期 有一個他寄星過來說 狂人狂人 我的帳號好像快扛不住了 扛不住什麼啊 是不是 這個比較像是扛不住吧 你要去扛一個傷害 跟要有一個陣容 你至少要可以打架嘛 像左邊這個玩家 就算這場打輸了 他的帳號未來 還是有很多可行 可以發揮的空間 你包括 你不管 你是不是用背心大師 還是用破洛斯 至少還能夠玩嘛 你要玩這個遊戲 你就知道有角色嘛 對不對 你現實角色都沒有 就說 狂人我快扛不住了 是不是 你看這個破洛斯 好歹我們可以去 針對 格魯迪巴斯戳一下 雖然沒有打贏 對面的選手 他不一定有 我居然可以抽金屬騎士 是不是 我們左邊的選手 可以拿個驅動騎士 欸不對 金屬騎士 123萬 每次都把金屬騎士 跟驅動騎士 給念錯了 兩個都是騎士 以前我都不會念錯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最新怪怪的 好像注意力沒有辦法集中 OK 背心大師 600萬 哇 對面的背心大師好強哦 你的背心大師好像比他 好像比他還弱是不是啊 怎麼 怎麼這麼厲害呢 那他也帶了一個素食派很可愛 背心素食派跟背心大師 對面 簡直是比你多了一隻格魯迪巴斯 你這邊帶波羅斯 其實我也搞不清楚 為什麼你的卷 當時沒有能夠拿下來 格魯迪巴斯 你是做了什麼樣的一個安排 這樣子打在這個階段很辛苦 最主要的 具體的原因是 你少了一個深海王 你的背心大師 好 如果說當時能夠搭配一個深海王 也是其中一個玩法吧 所以 這樣的一個陣容 打下去太撐了 有沒有 除非你的背心大師 比他的背心大師還強很多 但你剛剛很顯然 那個血條 不高 有沒有 我們有妙的一言了 這背心大師血條是200多萬 200多萬就是不高 真的不高 當然了 也不能對你這麼嚴格 是吧 就是要看一下你的背心大師 OK 我們現在看完這戰鬥不用看完了 因為已經知道你的問題了 你只有一個角色就是背心大師要弄強 那怎麼樣弄強呢 就要看一下你的裝備 有什麼改進的空間 不過你的鑽石實在太少了 好不好 你這個一絕嘛 一絕的話 生命值你當時也捨不得成長啊 你是必須要成長的 不過現在晚了 現在晚了 第二個問題是 你這個為什麼 數量有點少耶 有點不正確哦 這個不應該在這個等級 95級只有兩星 這不對 不可能 然後你正常的伺服器到這個階段 這個至少要有四星是基本值 所以這是錯誤的 然後第二個是 這卡片也不對 好不好 這個不對 這生命加成的生命值太少了 你這個都不對 這個三個生命值掛上去 你這一個帳號至少血量背心大師 要在500萬上下哦 還有包括你的天賦 這邊可能還是要換活力 怨烈背心大師 目前呢 我知道這個戰力比較高 不過你目前是需要很多生命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沒有生海王 你必須要到達一個400多萬 500萬的生命值 包括這個潛能的激發 不過你這一隻沒有買專屬武器 我們常常都在碎碎念 說你 你有抽這個角色 基本上就要買武器 而更何況 你之前是有課一點點錢 對不對 你有的時候就有50張60張 你課個10張 買雙倍真的不貴 是不是 吃個大餐也要錢 好不好 所以你像這樣的這個陣容 我給你做一個結尾是說 你的背心大師 只有單一角色 好比我只有葛羅里巴斯也可以 你必須要把一個形態給弄出來 就算你當初惡覺也是一個好的選擇 你剛剛那個陣容呢 雖然對手也很強 可是 你這邊至少不會輸這麼慘 是不是 OK 哇 你還有第10名啊 那你這個帳號也算是蠻厲害了 欸 我不應該對你這麼嚴苛 好不好 你可能是已經抽了背心大師 就走了另外一條路了嘛 另外一條路 是不是 那你的對手也是表現得很好 我先去幫你打一下關卡好了 我看你紅裝都沒有打耶 為什麼 一秒人 呃 第一組你用崩普盾牌 第二組用驅動騎士 這樣搭配看起來是沒有問題 打不贏嗎 第一組這樣拆得下來嗎 用破洛斯去拆 好了 看一下 我看看第一場 我們先跳過 然後 假如有贏的話 我們再來看第二場 第一場先跳過看有沒有辦法贏 所以 就是征服卡 那個一定要刷到橙色的 生命就該生命 就應該要橙色 那個差很多屬性啊 沒有刷對就少了五十萬生命以上了 好了 這次這個我們打看看 真的打不下來嗎 你的紅色裝備也沒有也是很可惜 是不是 OK 哇 他這邊是放的是一個立場 那我們要 剛剛按到別的啦 剛剛按到別的了 OK 回來了 回來了 看一下差多少 有沒有 你的小弟像剛剛 狂人講的 你有兩個小弟 跟一個小弟 當時還是差很多 不過也不勉強你惡覺啦 因為太難了 沒有什麼課金的話很難嘛 每次見檢看你們的帳號 都覺得還很特別 像這個帳號 我覺得還 還算不錯了 就是說 你說 筆上不足 但是筆下又有餘 所以算是不錯了 這樣我 平分的話 應該也是有個75分 75分算高分啦 因為 對不對 你總比一些不及格來說的話 不過這個 這個打不贏嗎 打不下來嗎 這麼厲害啊 OK 這邊 12345 我覺得應該是打得贏啊 對啊 一看起來是打得贏嘛 我們先 我們先把這個給叼走吧 我先給他叼走 叼走先 叼一隻 然後我先進攻 我們先進攻這一排 這一地的台隊更正 對呀 你這個是怎麼樣 太忙了是不是啊 這打得贏啊 怎麼會打不贏 你太忙了 沒有關係啊 那狂人先幫你打 我們先給他刷過去 消耗一下吧 那個不驅什麼次數 都給他消耗一下 看一下你的吹雪後 你吹雪在場上 群攻有沒有傷害 哎呦 還好 稍微有一點啊 有一點也好啊 你看這個 快沒血啦 見敵啦 有沒有 小弟少一隻 好想跳過 但又怕打出 所以我們還是要看一下 等一下一秒人又要過來了 要上個立場 另外一個小弟又回來了 然後我們還是老樣子 先把他給叼走吧 哇哇哇 這邊這一波就扣得比較多了 先叼走 叼走之後再給他撞過去 把上面那一粒給他撞翻 先給他叼走 這一粒先給他突擊 給他撞掉 有沒有 你看你的生命值是不是很重要 你剛剛多打一點 你說不定還不用落到那麼後面 哎呀沒有怪你的意思啊 生命值很重要嘛 你多一倍的生命值 你傷害就多了一倍啦 是不是 就不會這麼辛苦啦 所以我剛剛才跟你說那個很重要 好了 我們繼續打 這個就沒問題啦 至少先把中間這一粒給他打完也可以啦 上個受傷 哎呦 他這很快就會飛掉了 第五回合就飛掉了 這邊一秒人他要打破你的前面還是很難 你背心大師護盾有那麼多 他打不下來的 他打不下來 OK 那這邊我們一樣先把下面那一粒給抓走 叼走 不知不覺他的傷害也很快就被我們弄完了 你很快你背心大師撞幾下就沒了 撞過去就翻船了 很快就會沒了 有沒有你那個小弟如果差一點點 再打多一點他就飛掉了 OK 還有一個吹雪 吹雪可能可以了 收尾收尾 把上面那隻給他打飛 上面那隻飛掉了 還剩三隻吹掉了 哎 那就沒問題了 快沒問題了 連這一隻都可以先偷打個一下了 偷打一下 OK他要發個技能 中間這隻一秒人我們就先不理他了 好我們先不理他了 我們也不用刁了 這次不用刁了 先放著就好了 他等下自己就倒了 等下就倒下來了 先打下面這個 打下面這個 嗨你好啊 這個是怎麼說呢 這個是誰啊 兩個眼睛 怪人 怪人 協會的嗎 叫什麼名字 這個有名字你知道嗎 他在動漫裡面是有名字的 可是我 我記不起來 哦哦哦哦 要打完了 要打完了 哎呀 你沒有打紅裝關卡 你平常是打哪一關 這紅裝 肯定是要打嘛 你是看到他的尿褲子了 是不是 也不要這樣子嘛 對不對 你偷偷跟狂人說 你說你尿褲子了 我就不用跟觀眾講了嘛 沒關係嘛 人人都會尿褲子 難道你沒有尿褲子 好了 不廢話了 這次 再塗一下 來 小弟就去坐上面 小弟去坐他 哎呀喂 好了 給他撞翻 撞翻 收尾了 準備要收尾 撞翻 再塗他 哦 驅動騎士 再塗他一下 小弟在塗他 哦 還沒有倒 再塗他 有沒有 小弟打得很痛 還不錯 這普攻完 再給他上個受傷 上個受傷 剩一頭疫苗人啦 他要倒了啊 我要跳過了 我不跟他玩了 不跟他玩了 哦 還飛到空中去啊 怎麼回事 是吧 那 我們打完了這個之後 今天 因為狂人也比較忙啊 我們先給你掃盪掃掉 是吧 你裝備什麼的 有的烏心之中 就可以打到了嗎 而且 你更何況 你上面還有次數耶 你有看到嗎 上面還有次數 那麼多 都還沒有打 哎 打一打打一打 是不是 不是很好嗎 那挑戰手冊 什麼獎品都拿一拿 強化一下 安裝一下 那背心大師就是起飛了嗎 圖子都是需要的嗎 幾張了 15張了嗎 是不是 16 然後你就可以和紅裝了 把牛的抽過來看看 哎你好 把這個地方看一下 哎呀喂 兩個普通的碎片啊 OK 然後你現在圖子的話 你 已經有了 這裡加起來有20個有沒有 好你這個圖子有20個啊 你自己 選一下嘛 好不好 你選一個 你看到時候自己要用什麼 你自己去選一個 狂人幫你開裝備 OK 那麼 生命效果抵抗 還可以啊 還不會太差 好不好 那今天 就幫你彎到這裡啦 就差不多是這個樣子啊 紅裝要多打一些嘛 好不好 裝備要打滿了 打滿之後再來健檢哦 好了 我們明天再見了 大家 拜拜 原來他們都把名字改成 火神開頭的 因為是火神工會嗎 是不是 有沒有 火神改造人啊 我看看 我看看有誰沒改 沒改我把他踹出去工會 不聽話不協調不和諧 聽不懂是不是 火神 哎呦 這工會好團結 這個沒有改嘛 沒有改怎麼會在這裡啊 沒有改嘛 沒有改嘛 沒有改沒有改沒有改 大家拜拜 好可憐 好可憐